国内青少年第一次性行为的年龄不仅下降 而且人数越来越多 根据调查发现 全台约有将近22万的青少年 已经有了人生第一次性经验 而且暑假期间 因为情侣约会的次数和时间变多 成为青少女的怀孕潮 暑假小心未成年少女怀孕潮 有位女高中生和男朋友在暑假期间 情不自禁发生性行为 却没有使用保险套 直到开学后 女生发现自己越来越胖 制服也穿不下 就以检查才发现已经怀孕七八个月 到学校去要跟福利社的阿姨说 我要买新的运动服 因为我都不能穿 阿姨才觉得说你的身形很奇怪 你的肚子大得太奇怪了 才请她去检查才知道是怀孕了 而一检查可能都是七八个月 根据国金署调查发现 国内十五到十九岁青少年 约有一成二女性已经有性经验 男性则为一成六 以此推估 全台大约有二十一万九千多名青少年 已经开启了人生第一次性经验 但是却没有做好预防怀孕等保护措施 最近三年 二十岁以下 未成年女性怀孕生子人数 都在三千人左右 有的孩子他可能就会在过程当中 而且特别是他缺少产检 所以说他初期的孕期的营养都不够 或是照顾的不好 那孩子有可能早产的机会是增加的 妇女团体呼吁青少年情侣 如果还没有准备好 就要勇敢说不 若真发生性行为 也要全程使用保险套 才能避免未婚怀孕 或是感染性病等遗憾事情发生 记者拉许米蒋龙翔 台北报道